拉曼大学拨款风波掀起千层浪 到底政党和教育该不该切割 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魏佳祥今天给出了答案 表明马华不会放弃拉大 面对拨款锐减 魏佳祥表示 马华将会以各种方式处理财务问题 确保校园持续运作 此外他也宣布明年入学的新生 学费将调高3%到4% 马华是否应该放下拉大 总会长拿督斯里魏佳祥 今天在拉曼大学学院拨款风波 汇报及论坛上表示 马华不会放弃拉大 也不会改变现有的拉大基金信托局 马华不会放弃拉曼大学学院 我们不会改变现有的信托局 我们也会让专业人士 继续地办好拉曼大学学院 此外魏佳祥也表示 马华将以多种方式处理财务问题 若有必要的话 就会以筹款的方式进行 尽量不提高学费 一切以学生利益为主 至于面对拨款锐减3000万令吉一事 马华将通过开源节路的方式继续营运 包括录取更多学生 以及吸引更多的海外学生入学 尽管调涨学费课题引起极大反弹 外界甚至抨击马华将刀口对准拉大 但是魏佳祥今天表示 拉大会依据每一年正常的通胀率 在新生学费方面做小幅度调整 主要的是每一年所有的学院 他们都会有一些 我们叫做inflation adjustment 就是说一个三四八千 一般上都有的 本来都有的 那么以这样的目前这样的情况 明年我们会写一个小幅度的 不是很大的 所以到时候你们就会 大概大概的 你会知道在新学年的时候 所以是会有调整的 总是不会太高的 他透露 马华将继续管理好拉大 除了设备提升 也将聘请更多博士生作为讲师 致力于把拉大升格为 更全面的大学 养民国际 NTV7综合报道 万一的部份